年喜攻略在26日晚间迎来大结局,爱奇艺也特别直播,类演员庆功佳燕,所有演员都出席了。 期间人气最高的复营CP重新结局片段,许凯凯凯主动将武警言拥入怀中,女房瞬间才抬上类碰,平静室内,现场的众人也被这画面感动了,星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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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星,以下有雷星星星星星星星,许多剧迷都希望复营CP能够在一起。 徒发射赐快乐到本营微博剧中,傅恒托海蓝茶给魏英洛带了一句话,趁下辈子要换对方守护自己,在庆功宴上,徐凯则是亲自说了,身穿蓝色西装的徐凯,向武警言走进一步,深情宽宽的看着对方,魏英洛,我已经守你守了一辈子,下次能不能换你来守我? 听到这句话,武警言瞬间泪崩,连话都说不出来,只能用立地点的点头,被徐凯搂在怀中,画面非常感人,武警言被徐凯在庆功宴上重现结局片段,徒发射赐爱奇艺,入戏太深的武警言在情绪缓和后回应,自己即使想对傅恒表示,下辈子还是不想调话,还是希望由傅恒来保护被英洛,一生一世。 后来,在主持人的要求下,武警言喊了徐凯一生少爷,不良却不小心破音了,坐在后面的傅恒皇后秦郎也看不下去,要求重来。 他又重复了一次,少爷,这一生过去,我希望下一生还是你来守护我,这样得体吗?徐凯也回应,我一定会,不管,得不得体啊? 武警言入戏太深,直接在舞台上泪蹦,徒发射赐爱奇艺,两人的这段表演,也让不少居民得以圆梦,片段也在网络上引起疯传。 大家纷纷直呼,福音TP终于圆满了,但也有不少粉丝注意到,坐在一旁皇帝的看热闹的表情,纷飞笑亏,皇帝就是个吃瓜群众,皇帝OF,这里没我事了,掀起不少热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